特斯拉皮卡首批釋出10輛 才剛上路就傳出尷尬畫面 有網友PO出影片 直接載著耶誕樹的特斯拉皮卡 卡在雪裡動彈不得 最後在其他車輛幫助下才脫困 自2019年 特斯拉公布願景後 特斯拉皮卡Cybertruck 就一直是車名的討論焦點 車體兼弱磐石 更特別的是 特斯拉皮卡是不鏽鋼車 除了要克服皮卡所需的龐大電力 未來感造型的銀牌射車體 也讓製造相當困難 特斯拉為此研發一種 名叫空氣彎曲的工法 在未接觸表面的狀態下 用高氣壓使鋼材成型 但馬斯克還沒有保證量產的時間點 我總共有1.5萬元的車輛車 但我並不認為我們會達到那份量 可能會達到2025年 這是我最好的猜測 隨著特斯拉皮卡的釋出 也讓人越來越期待 未來特斯拉還有其他車廠 將會如何改變我們的街景 近新聞呂英玲曾英維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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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詞文章